开过新能源汽车的人肯定都体验过动能回收 而还没有开过的人呢第一次开会觉得很不适应 简单来说本该踩刹车的时候你可以不用踩那个刹车踏板 只需要把加速的踏板抬起来 车辆马上就会减速 在有的新能源车上还可以设置回收的力度 比如早期版本的特斯拉 如果把动能回收设置为强的话 那还真的是很强 只要松开加速踏板就和使用中等力度踩刹车的效果是一样的 而且当新能源车开习惯了之后 大部分车主都是能不踩刹车就不踩刹车 有些车主甚至能做到上下班路上 一直只使用加速踏板控制车辆 只有完全停下来的时候才会踩一下刹车踏板 这样开久了 比如说车的总里程已经到了五万公里的时候 去4S店做大保养 全车的刹车片还跟新车差不多 这种事屡见不鲜 这就是动能回收的神奇之处 这期科技参考 我就来说说动能回收技术 其实动能回收技术并不是源自新能源汽车的 而是源自于十多年前的F1赛车 F1赛事中出现的新技术主要是由两个初中里创造出来的 一个是追求更快的速度 另一个是不能突破赛事方对车辆的物理指标的限制 F1赛事有很多限制 比如说发动机的排量不能超过3000毫升 转速不能超过2万rpm 气缸数不能超过12个等等等等 于是赛车在追求更快速度的时候 只能想办法从边边角角的地方引入额外的能量 比如入弯之前赛车都会有剧烈的刹车 巨大的动能就转化为热能浪费掉了 于是雷诺车队最早在2007年研发了一套动能回收系统 这套动能回收系统没有使用电池 而使用的是飞轮来存储能量 你呢可以把飞轮理解成一个需要很大的动能 才能转起来的轮子 但它的摩擦力很小 于是刹车的时候把飞轮接入到刹车系统 让飞轮转起来 等出弯的时候 再把正在高速旋转的飞轮接回动力系统 就在原有的发动机的最大动力的基础上 又叠加了一部分刚刚回收的动能 不过因为F1赛事对车辆重量也有限制 所以赛事里使用机械式的飞轮来存储刹车的能量 比使用电池要轻得多 于是更划算 究其原因呢 F1比赛并不追求能量利用效率 而是追求极致的速度 这个设计方法用在比赛中 其实只是为了短暂的提升最大功率 但在日常使用中呢 其实还能设计的更节能 毕竟一部分刹车的热能 不再平白无故的浪费掉了 而是存储起来了 对于赛车来说 为了极致的减重 所以采用的是机械式的动能回收 而家用车不用太在意 十几公斤到几十公斤的重量差别 所以才更适合用电池来存储刹车的动能 那么动能回收能节省多少电能呢 从一辆行驶的3.8万公里的 特斯拉Model 3的后台数据可以看到 一共3.8万公里的里程 总耗电量是7600度 那平均就是百公里耗电20度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行驶路线 一半是市区 一半是高速封闭道路的耗电特征 而这7600度电里头 有2470度电 是通过动能回收得到的 算一下比例呢 大致就是这样 车辆每行驶1000公里 在这段路途中回收的动能 就能让电动车多行驶320公里 如果压根就没有这个功能呢 像传统燃油车那样 把这部分动能耗损掉呢 那就真的只能行驶1000公里了 而且动能回收不只是能省电 能使续航更长 在有些极特殊的场景下 动能回收还会给人带来惊喜 比如说我曾经参加过一次 特斯拉的郊游活动 那次的目的地是北京最高的妙峰山 海拔1300米高 车开到山顶的时候 续航还剩80多公里 但实际上活动结束要回到店里 还要再跑接近80公里的路程 一般人就认为啊 这不是正好吗 但其实电动车的剩余里程的精度 并不是很高 要跑80公里的路程 而车辆当前显示还剩80公里的续航啊 这还是非常悬的 但正因为那次已经在山顶上了 而下山本来就节省能量 而且在下山的过程中 几乎所有的减速都是靠动能回收完成的 所以等那辆车真的回到店里的时候 剩余里程还有40多公里呢 看来这20多公里的大下坡的路 利用动能回收给车辆充了不少电 在一些特斯拉环游中国的车主日记中 也有很有趣的事 他们在新疆的边远地区找不到充电桩 而车的电又跑光了 怎么办呢 他们的方法就是求助大货车拉着他们跑 把车辆的动能回收开到最高档 大约被大货车拖行100公里就能充满电了 但是不同的车动能回收效率差异很大 比如说绝大部分的混动车 连特斯拉的一半都达不到 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和电池的关系最大了 电池的充放电中存在一个多少多少C的概念 EC的充电电流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啊 如果保持这个大小的电流给车充一小时 那充入的能量跟电池的能量是相等的 也是粗略的说能把电池充满 比如说今天很多国产造车新势力的顶配版的电池 都是100度或者100度往上了 那么用EC充电的意思呢 就是用某一个数值的电流充一小时 可以充进去100度电 实际上EC充电这是一个比较高规格的充电强度 目前只有少数的车型能支持这么大强度的充电速度 原因在于要想支持高速的充电 不但需要更高规格的电子源器件 连电池的化学结构也有更高的要求 这样一来电池成本就很高 所以中低端车型跟早年的纯电动汽车 充电的最大电流可能只有0.3C到0.5C 也就是说需要两到三个小时才能把电池从空充到满 如果一辆车的电池是100度电 也就是100千瓦时 而且它支持EC充电的话 那么刹车的时候就能把顺时功率为100千瓦以下的动能 回收到电池里 但有的时候汽车行驶的速度比较高 刹车又比较急 如果直接都回收进来 功率就会超过充电的最大值 于是超出的部分就不能再被回收了 否则电池就会因此损坏 咱们可以算一下 一辆两吨重的新能源汽车 以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行驶 它要在5秒内把速度降低为40公里每小时 那这段刹停的平均功率是多少呢 具体啊计算过程我就不说了 我就写在文稿中 咱们直接说结果是129.6千瓦 也就是说 这5秒内平均功耗接近130千瓦呀 而我们想想 5秒内把速度从100公里每小时降到40公里每小时 这其实是平时驾驶中 偶尔才会遇到的比较大力度的刹停的动作 一般情况下还是很少这么猛的刹车的 于是如果一辆电动车的电池充电功率能够支持到这个功率的话 那其实就意味着基本上所有的刹车都可以做回收 比如说小鹏的P7 它的回收功率呢最高是110千瓦 大众的ID4也有100千瓦 保时捷的高端电动车更是支持到265千瓦的动能回收 实际上今天新发布的电动车大部分动能回收最大功率都已经超过了国家电网充电桩那个快充的功率了 那个功率多少呢 一般就是60千瓦 偶尔还会遇到80千瓦的 混动车的动能回收效率之所以比纯电动汽车低很多 原因也在于电池 因为混动车配备的电池容量小 所以同样是EC 电池容量小 那对应的充电功率自然就小 比如说绝大多数混动车配的电池都是小于30度电的 于是EC充电的功率就小于30千瓦 你看这个动能回收功率的上限就比100度电要小很多了 咱们还是说刚刚那个场景 持续5秒钟的30千瓦力度的刹车 那就相当于那辆车 时速从60公里每小时降低到40公里每小时 比刚刚的100公里每小时降低到40公里每小时啊 要温柔太多了 混动车如果想支持强力的动能回收怎么办呢 也有办法 就需要用到特殊规格的电池 让电池啊支持5C以上的充电功率 但这会大幅的增加成本 而换来的呢 也只是一个台起加速踏板 刹车效果非常显著的驾驶体验 对那些完全没有续航焦率的混动车的车主来说啊 实在是没有什么大的必要 于是今天几乎所有的混动车的动能回收力度都不会很大 当然也并不是说我这个车有100度的电池 那这辆车的动能回收就总是非常的高效 实际上总有一个阶段 动能回收的效率是非常低的 甚至是完全没有动能回收的 就是电池的电量处于90%到100%这一阶段 那为什么这个阶段的动能回收效率就非常低呢 这就和锂电池的充电特性有关了 任何锂电池在充电的时候 最后都要进入电压恒定 电流逐渐减小的阶段 在充电最末尾这个阶段啊 电池是没法吸收大电流的 这是锂离子电池的化学结构决定的 所以即便电池的总量很大 但如果你的车电量已经接近100%了 那这个时候 它的充电功率啊 可能最高也就只有十几千瓦 这个时候的车辆在高速下刹停 就只有很少一部分动能能提供给电池 大部分还是要靠刹车片的摩擦升热来降低速度的 有的车为了设计方便和保险 甚至硬性规定 在电池电量高于90%的时候 车辆自动关闭动能回收功能